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中国时间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钟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保健原地节目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中国最隆重的节日春节了 每逢佳节亲朋好友相聚 美味佳肴是少不了了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要喝上一杯吸上一汁 不过节日期间可千万不要忘记饮食的健康 今天的保健原地我们就谈谈这个话题 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美国乔治成大学医学中心的梁文基博士 和往常一样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直播电话 向专家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意见 下面就是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方法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再拨8668375161 GoEnglish.me 让我们一起学最地道的美语 来表达生活中的各种细节 比如校园生活 派对 友谊 信仰 爱情 运动 动物与自然等等 72个生活场景 三种美语难度级别 让你了解美国文化 免费提供课程下载 配有趣味游戏 语言识别等技术 练习情景对话 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结交一起学美语的朋友 写美语博客 以互动的方式快乐地学习地道美语 赶快登陆 www.goenglish.me 欢迎回到美国人音保健原地的演播现场 在开始今天的专家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看两则相关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说 儿童肥胖症正在成为日益严重的流行病 而且不仅局限于发达工业国家 社会组织的报告显示 发展中国家儿童肥胖症的增长速度 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 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全国范围的行动 遏制儿童肥胖症的蔓延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是这项行动的领导者 我们国家的肥胖症问题 已经成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了 美国卫生部总医务官的报告显示 每三个美国儿童中就有一个人超重或者肥胖 肥胖症使得这些儿童蒙受各种严重和危险疾病的威胁 肥胖症在威胁我们的孩子 威胁到我们的家人 更重要的是它正在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未来 自从1980年以来 美国儿童体重超标的人数增加了一倍 而超重的青少年人数则增加了两倍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本杰明卡巴莱罗医生说 儿童肥胖是许多慢性病的重要风险因素 我要说的是从发病频率的角度来说 肥胖的首要风险就是糖尿病 葡萄糖不耐症 高血糖最终导致二型糖尿病 其次可能就是高血压 由于体重导致关节负荷过重 关节炎也不是不常见的 在全球范围内 估计有大约2200万五岁以下儿童体重超标 在某些情况下 早期营养不良是发病的原因 有足够的证据显示 儿时营养不良会增加成年时患肥胖症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让儿童食用低脂肪 高纤维食物并且加强锻炼的做法 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或许我们认为肥胖症需要我们告诉人们 吃什么不吃什么 但是社会环境也是产生肥胖症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导致肥胖症流行的两个重要因素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人们消费越来越多的缺乏营养 而且含糖与饱和脂肪过多的食品 另外人们对健康食品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识了解不够 在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倡导的行动 目标就是教育公众 我要顺便赞扬我们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她今年发起了一项解决儿童肥胖问题的全国运动 使我们的孩子更加健康 在过去美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全国行动 比如戒烟行动等等 这些行动都获得了成效 卡巴莱罗医生说 奥巴马夫人应该组织一个第一夫人国际联盟 在全球范围内抗击儿童肥胖症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大家都知道油炸的东西都很好吃 像是炸薯条炸奶酪 但是这些东西都含有很高的油脂和热量 现在有一种不需要很多油 就能炸出可口食品的新的技术 我们都知道煎炸的食品对我们不好 但是我们很难抵抗油炸薯条的诱惑 我知道它们不见得是最健康的东西 但是它们的确很好吃 它们是很有味道 也许还有一点油 只是一点点油吗 油炸的食品含有很多的油和卡路里 一个大号的炸薯条 平均含有540卡的热量和28克的脂肪 现在浦都大学的食品加工工程师 基纳有一个更健康的方法来制作油炸食品 她发明了一种烤箱 可以在没有使用任何额外的油的情况下 让食品尝起来跟传统介绍食品一样 它会把食品里外烤熟 而且产生像在油里煎过的那种表层 这个烤箱叫做辐射烤箱 它烤出来的食品比点心的煎锅少用一半的油 卡路里也少一半 烤箱里特别设计的灯释放出红外能量 这会从我们看不见的灯光里产生热 它烤食品非常好 而且对于那些事先有形 而且都是同一个形状的食品来说 最为理想 要想更快地把食品炸出来 只需要加大能量 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就能做出一份油炸食品 从这种烤箱里烤出来的食品 看起来和尝起来都跟在油里炸过的一样 只是没有那些额外的卡路里和脂肪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保健原地节目的演播现场 文技博士欢迎来到保健原地 很高兴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 现在儿童的肥胖症也是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在一些发展国家 它的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肥胖症很多情况下也都是因为食物引起的 那么现在再过几个小时 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春节就要到了 这个时候正好是大家都吃了很多的年月饭 然后这时候再看电视 节日期间饮食应该怎么样的注意 对 其实在一般来讲的话 节日的话大家就觉得好开心 就是说随便吃什么都可以 其实怎么讲 就对一个人来讲 我们就说我们对饮食的节制是很重要 那当然就是说 反过来说很多人觉得 我这一次吃一个大餐也无所谓 当然就是从整个 从这一年来讲 他只吃那么这次大餐 可能不是很大的问题 不过我想最重要就是说 好像是一个饮食的习惯 我们讲说怎么样建立一个饮食的习惯 那在我们刚刚看了影片 还有大家其实一般的人都知道说 我们不要吃太多油的油炸的 还有这种 刚刚可能没有提得很清楚 就是像一些白面粉啊 蛋糕啊 这有糖啊 又是有那种 都是加工过的那种面粉 或者是白米做的东西 就没有那么营养 那当然另外很重要 就是油脂的问题 那个我刚刚提到说 是饱和的脂肪 那意思就是说很多像 就是动物的脂肪里面 都是饱和脂肪 像猪的油啊 牛的油啊 那那种东西是 对那个心血管疾病 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所以就是说好像 大家今天很快乐 吃年月饭也不好扫兴 不过就是说 我是觉得要建议大家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知识 然后养成一个饮食的习惯 那除了健康 当然饮食之外 还有别的 但我们再来讲别的 其他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实际上最近这些年呢 在中国民众对这种健康的意识 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强了 那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健康 很多媒体包括现在非常留意 英特网站上都有很多关于健康饮食的一些介绍 甚至就包括比如说过春节了 这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网站上 是一个健康网站 是中国的一个健康网站上 给大家推荐了 叫营养专家 为大家开出了一份 吃的科学 又适用于不同消费层次的 叫春节系列菜单 推荐了两天的 我们来看看年三十晚上 专家的推荐 冷盘 叫糟缝爪 葱油虾 酸辣白菜心 葱油海枝皮 这是冷盘 热菜 葱烤和鲫鱼 淡皮鱼卷 水煮牛肉 青椒炒豆芽 面筋炒他菜 我不知道这个他菜是什么 还有点心 三丝春卷 然后还有汤 叫酸菜皮肚汤 是 文基博士你来看这个菜肚 怎么样 是不是营养